各位朋友大家好 习近平在上台前后为了抢班夺权 尤其是班导新四人帮 那可是花了不少心思 其中尤其是在对付徐才后的时候 可以说是花的功夫最多 用他自己的话说 那是真的叫做亲自部署 亲自指挥 甚至还亲自下场 亲自表演 结果表演过了头 差一点弄巧乘桌 把自己弄得下不了台 在军中沦为笑话 由于徐才后在军中人脉深厚 颇得军心 尤其是在基层 拥护他的势力非常强大 要动他难度非常之高 面对这样的局面 习近平可以说是绞尽了老支 在十八大前 为了打击徐才后的势力 他清定的太子党大将 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儿子刘元 虽然费了九牛二户之力 但是他用的红卫兵造反派以下犯上的这种方式 可以说是完全不成章法 破绽太多 引起了很多军人的不满 在这样的情况下 习近平只好亲自出手 他委托曾经担任总政联络部部长的 另一个重量级太子党叶选宁 在军中纠集了一批少壮派军官 组成了所谓的总参导徐铁血团 这个叶选宁是什么人呢 他就是中共十大开国元帅叶剑英的儿子 这个导徐铁血团本来是习近平登基之后 一个总参谋部大校以上军官组成的政治学习小组 但是随着徐铁后的反击越来越激烈 习近平已经越来越急于拿下徐铁后 在他的授意下 总参谋部的政治学习小组 摇身一变就变成了总参导徐铁血团 由当时的总参作战部部长饶开勋领头 这个名字很像文革时期的团队顾名思义 为了倒虚他们不惜也不怕流血甚至牺牲 这个领头的饶开勋当年还不到50岁 是一个典型的少壮派 机缘巧合被叶选宁物色进了他的圈子 在习近平出任军委副主席之后 四年间他就官升三级 在2010年升任陆军第13集团军参谋长 两年之后升任第14集团军军长 2013年又升任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 和中央军委国防部人防办主任 被认为是习近平的亲信 在习近平亲自提供材料的情况下 这个总参导徐铁血团收集整理了徐才厚 和郭伯雄对抗军委命令 阻止军纪委彻查古郡山案件的12次 违抗习近平命令的证据 他们想通过公开把材料当面交给习近平的方式 以向徐才厚施压 其实这有一点像当年毛泽东打党刘少奇的 第一张大字报 只不过这张大字报不是由习近平亲自知笔 而是由他授意所写 2014年2月底 中央军委举行了一次内部的扩大会议 总参导徐铁血团本来计划借这次会议的机会 把这张导徐的大字报当面交给习近平 不料习近平突然爽约不来了 结果令这些军官们预定的上书行动流产 在2014年的两会开始的第一天 也就是3月3号 习近平在出席完中共政协会议之后 特意前往视察西山指挥所 总参作战部的人防情况 这个西山指挥所 也就是总参谋作战部的这个驻地 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金山上 习近平对外说是去视察工作 实际上是去见这个总参导徐铁血团人马的 接受他们的上书的 这批总参导徐铁血团的十多个少壮派军官 已经等得都有点不耐烦了 见皇上亲自出巡 马上在作战室的会议室 集中向习近平反映他们对军中的意见 包括徐才厚 郭伯雄虽然已经退休了 但他们的势力仍然压制军中改革等等 而带头的劳开勋 也把准备好的上书亲自交给了习近平 由于当时这些少壮派军官 针先恐后的发言 并且有几个军官七情上变 激动不已 一度还挤到习近平身旁城池 甚至当面逼习近平 一定要答应马上抓捕徐才厚 以安定军心 其中有一个军官慷慨激昂 话说的有点猛 把习近平也数落了一通 说什么徐才厚 设限犯罪的材料已经这么多了 中央却一直拖着不办 站着毛坑不拉死 习近平看着情况越来越不对头 越来越不受控制 也开始生气了 想一想自己已经是黄袍家生 当上了土皇帝 结果这帮少壮派军官 却不把他当皇帝 而是像徐才厚薄熙来等人一样 也把他当成了包子 当时就很生气 但是又不敢发作 在兴神大乱之际 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 他把自己桌上的茶杯扫到了地上 玻璃茶杯摔得粉碎 茶水也溅了一地 当然也有可能是习近平摔杯为号 通知随身卫士 卫士听见之后 迅速进入会议室查看 在发现没有大碍 习近平也示意没有问题之后 他们严厉地要求这些欠缺致力的军官们 回到各自的座位 要守规矩 不要离开座位 更不能接近习近平 陪同习近平前往西山指挥所的总参谋长 黄峰辉听说作战部会议室发生意外之后 也匆匆赶到会议室 当他看到地上的碎玻璃之后 一脸的不快 根据当时在场的习近平的随行人员说 从现场少壮派军官的反应来看 当时就好像发生了一场兵检 甚至习近平要离开的时候 还有人堵住门不让他走 逼他当场答应少壮派的要求 其实这帮少壮派军官如果再进一步 不只是轮拳头大声驻骂 用这种街头混混式的武力兵检 逼迫习近平就范的话 而是把上战场拼死拼活拼命的那样 以勇而起 像康熙卫视秦敖拜那样 把习近平怎么怎么的 那就不是兵检 而是升级成为兵变的话 他们也就会改变历史 轻史留名了 可惜他们错过了大好的机会 后来当时的军委副主席范长龙 也马上赶回到总参作战部 把带头的饶开勋痛骂了一通 范长龙还要求所有参加向习近平上书禁检的人 都要写检查 并成立一个调查组调查 防风辉在送走习近平也回到现场表示支持范长龙的决定 防风辉还限令饶开勋做检查 并要对整个事件负全责 范长龙和防风辉反应强烈要陈处这批冒犯习近平立了龙龄的少壮派军官 本来是想拍习近平的马屁 因为他们不知道总参导序铁血团 是习近平亲自导演 亲自演出的一出阴谋 结果拍马屁拍到了马蹄上 习近平接到饶开勋的报告后 反而把范长龙大骂了一通 不过这些马屁精后来无一例外 范长龙 防风辉以及饶开勋都遭到了习近平的抛弃 并被无情的整肃 而帮习近平立下汉马功劳的太子党情报头子叶选宁 也在徐才后死后一年多一点 只有77岁就死了 成了短受鬼一个 不知是不是与这次流产的兵检有关呢 然而这次总参导序铁血团的上书兵检 的确为习近平在军中制造舆论 在12天之后拿下正在与膀胱癌搏斗的徐才后 提供了最后的口识 习近平这一招不可谓不独 但是招数就不新鲜 还是文化大革命大批斗中的那一套 有人可能会问 习近平开始的时候不是决定不见这帮人吗 怎么后来又见呢 答案就是在这次兵检的前两天 发生了另外的一次兵检 也可以说是兵变的事件 不过这次兵变正好相反 是一次保徐的军事行动 具体来说 正是因为习近平和太子党在军中积极运作成立了这个总参导徐铁血团 令军方的风化更加的表面化 对立呢 也更加的严重 并形成两大集团 除了导徐铁血团一派之外 另一派就是保徐派 这个保徐派很有可能参与了在2012年 四次对当时总后勤部政委刘元的暗杀行动 而且有传闻说 他们当中有人还曾经策划 实施过对习近平的暗杀行动 结果两派力量的较量 形成恶性循环 斗争方式也逐步升级 随着习近平全面接掌军方权力 军方十年来的定海神针之一的徐才后 更加成为习近平的眼中钉 必欲除之而后快 当时有消息传出 总参导徐铁血团面胜敬检 上书抓捕徐才后 而中央已经决定在2014年3月的两会过后 对徐才后实施抓捕行动 很多军人为此忧心不已 终于有一批军人决定铤而走险 用兵检的方式向习近平当局喊话 要他刀下留人 本着从人道主义出发 不要对已经膀胱癌晚期的徐才后下手 饶徐才后一命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2014年3月1号 沈阳军区第39军 一五师副团长黄旭东 指挥装甲团和343团部分官兵 共800多人 占领了33团的团部大楼 将两辆装甲车横挡在团部大楼的门前 并在楼顶竖起一面大旗 通过广播发表他们的保护徐才后 以稳定军心的宣言 这个王旭东是什么人呢 他的背后有什么特别的大人物撑腰呢 根据事后的调查 王旭东虽然和许才后是辽宁的同乡 但是两人职机差别太大 并没有来往 他之所以兵变保徐 主要是对习近平当局的做法不满 而他发动兵变 也得到了手下官兵的支持 至于来自上层的支持方面 就只查到一个副师长的支持 并没有更高层级的官员之情 据调查这个副师长姓蒋 曾经在徐才后的手下工作 可以算作是徐的亲信 兵变事件 严格来说是兵检事件发生之后半个小时 前115师的政委 时任39军政委的张书国接到报告 马上就从军区和师部 带了10军车的武装军人赶到现场 与兵变军人对视 就像绝大多数中国的反抗运动一样 不到三个小时 兵变就被弹压 所有参与兵变的军人都被带走调查 根据军中消息人士透露 未遂的兵变发生之后 刚刚升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的后级政中将 差点被免职 后来参与兵变的15名骨干军人 被军事法庭逮捕 150人退伍 主要参与者王旭东 以及115师的蒋姓副司长被正式逮捕 由于弹压兵变有功 张书国很快就得到了习近平的重用 职务在三年四级跳 比岛须铁血团的劳开勋还厉害 2014年底 张书国从沈阳军区39军政委升任成都军区副政委 继身副大军区级 2015年7月 进京出任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 2015年12月又晋升为陆军总部政治部主任 成为新的陆军总部领导成成员 2017年1月 他又晋升为总后勤保障部的政委 不过张书国也没有落得个好下场 在2018年 他的军队人大代表资格遭取消 被习近平打入了冷空 沈阳军区发生保障兵变 习近平那是正怒不已 为了反制军中的保障势力 他就只好亲自表演 前往西山指挥所 接受上书 只不过表演得过了头 差一点出不了总参作战部会议室的大门 有传闻说 范长龙和房峰辉后来之所以受到习近平的整肃 就与他们没有能够在军中 挖出更高一级的沈阳兵变背后的阻止者 认为了这个防范两人对他的忠诚有瑕疵 可惜的是正是沈阳军区39集团军 一一五师的兵变 诉求太过单一 也没有比保障更高一级的目标 以至于只有半个小时就被镇压了 其实800人的兵变规模并不小 虽然不至于去攻打北京 但是呢 如果打出有吸引力的政治旗号 例如铲除昏军 稳定党心 民心 军心等等 很有可能形成连锁反应 闯出一番名堂 也未可知 其实习近平之所以一路得势 在极权路上无往而不利 就是因为大多数人都被他蒙蔽了 根本不知道习近平究竟要干什么 每个人都往好处去想 以为他真的要反腐败啊 要连政什么的 十多年过去了 大家已经很清楚的看出 习近平就是一个翻版的毛泽东而已 南权有方 治国无策 整人有一套 其他全部都是假大空 还有几个月也就是明年3月1号 是115是兵变十周年 希望越来越多的中国军人 知道当年的军人是清醒的 是有血性的 曾经起来反抗过习近平的暴政 十年过去了 习近平仍然赖在台上不下台 中国人民的日子一天苦过一天 相信很可能会再激起下一次兵变 希望那个时候 这些军人们能够吸取一一五师的教训 不要只是苦兮兮的做示威状 搞什么兵检 因为这不仅没有获胜的可能 最后一定是诺德格被镇压的命运 只是做了无谓的牺牲 一谈决心兵变 目标一定要明确 而且直接对准习近平独裁暴政 指导北京极有可能 一股可笑 徐策后虽然死了 但是他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习近平最害怕的人 因为他有枪杆子 因为他有追随他的有枪杆子的军人 这些人才是真正可以威胁到习近平的人 本来薄熙来才是习近平最害怕的人 只不过薄熙来还没有熬成政治局的常委 就因为王立军作反叛逃 把他的夺权大计曝光 以至于功亏一篑 其实在薄熙来的方案中 徐策后本来是很重要的棋子 这也是习近平一定要把徐策后 整死不留后患的原因 那么薄熙来政变计划中 徐策后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下期我们再为大家介绍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